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填写了 三十八份阵网通知单 这三十八不仅仅是数字 是三十八个悲痛的家庭 他们的父母妻儿该怎么办 我看到他们的档案 有的来自上海 有的来自南京 有的来自东三省 也许有的家庭 这一辈子 都无法收到这份阵网通知的 他们一直期盼 亲人归来的消息 却不知道再也盼不到 你说这些家庭 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当兵 他们是对还是错 对了 刚才我看见大烟盖 在买院子着陆 你别提这臭小子了 整天就在吹牛皮 哄着那些小护士 其实你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才对 高兴 这就是他疗伤的一种方式 每个从战场上下来的人 都会看到战友们的残肢断壁 临终前的哀嚎 他们如果永远沉浸在这种情绪当中 只会让自己变得懦弱胆小 甚至迷失自己 也许大烟盖是在学洛民身 只是学得有些过头罢 没想到 轻掉了 你好看我这能动 我刚把拐扔你 腾着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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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带策这玫瑰 终了让你给裁下来了 是 你的少爺是谁啊 你们在乱眼梗看你呢 孟司令被日本人俘虏的时候 日本人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这个词不太好听 我们换一个词 孟司令被日本人 占留的时候 日本人有没有向孟司令劝详呢 没有 那他们有没有向孟司令刑训呢 我说唐主任 我昨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既然孟司令 对这些问题如此反感 让我们回聊点别的 这次孟司令离开基地 是偶发性的事件 我想知道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您的行动的 你这应该去问日本人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你好好休息 唐某告辞 你以前说过 小爱和大爱 对 小爱只能为己 大爱才能为国 你为哥哥报仇 为叶凌峰报仇 这些都是小爱 引起的私恨 如果你上战场 只是为了杀爹 这跟日本屠夫有什么区别 你的生命 永远属于战场和军力 你的生命 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而不是自己的手里 所以 你必须要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 而不是一直沉浸在这种情绪当中 不能自保 好了 我跟你说了很多 希望你自己能够想清楚 好 孟九华 那你说 谷朵他们是这样的人吗 他们的 他们的同志救了我们 牺牲自己 这就是你说的大爱吗 对 也许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真挚 善良 你还记得 谷朵的脸上 永远 阳光般的微笑吗 战争带给他们的 不仅仅是恐惧 而是一种戏命 那你和谷朵 孟司令 孟司令 你们两个在这儿聊了半天了 都聊什么呢 报告孟司令 蔡之诚因为死去的战友 心情不能平复 所以我在开导他 是这样吗 是司令 大楼山一战 归根到底起因于我 我连累了大家 大长 我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兄弟们 大长 哪有不死人的呀 他们就是 没死在 大楼山上 也会死在别的战场上 但只要 他们死有意义 有价值就行 是 如果你想让你的战友 能够瞑目 那就今后 在战场上 多杀几个鬼子 是 司令 那件事 我得事先通知你们一下 通过 深河桥之战 重庆方面 已经理解了 散兵部队的战略意义 从陆组新祖训的学正兵 和其他尖子部队中 挑选一些优秀的士兵 来补充我们的散兵部队 这样的话 我们散兵的各个分队 就会从目前的几十人 扩边到两百人 那你们第一散兵队 就成了第一散兵大队了 孟司令 兵员补充我能理解 但是 扩边为一个散兵大队 我理解不了 散兵不是其他兵种 不可能迅速扩边 美国人只给咱们提供资金和装备 而且教官的数量也严重不足 怎么扩边 你在美国军校读书 难道他们没有教会你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怎么 还想以后每战斗过一次 就要休整三个月 资金和设备 我们已经和美国人商量了 但是上风的指示 散兵的理论 由美国教官教 散兵的训练课 以老代新 所以呀 你们一个也嫌不住 是 这个 你拿着 不是因为你救了我 对你的傻子 是党国对你的信任 你现在就是中卫了 肩上扛着你 扛的是责任 这些 找个机会 给陆卫生 拨打掩盐他们 是 司令 你 给我管一下 是 王院长 王院长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唐若远 您有事啊 没什么 我看您这行色匆匆的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跟唐末说说 看能不能帮他上什么忙 没有没有 这不是安排 习上校赴重庆治疗的事吗 习少月的伤是严重吗 不严重 情况也挺严重的 王院长 我看您怎么有点紧张啊 是不是 不紧张 不紧张 那就好 那送徐少月的飞机 什么时候出发 今天晚上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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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雪啊 咱们父女俩 有很长时间 没在一起 好好地聊聊天了 我怎么觉得 您不是想找我聊天 而是想审问什么呢 胡说什么呢 坐 你知不知道 唐碧已经找过我 怀疑咱们散民队内部 有内奸 有共产党 所以 我非常想知道 深河桥一战 你和蔡志诚失踪 一路到遵义 这一路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一路上很太平 如果你想问什么 就直说吧 但是我知道 这一路上有共产党 所以 难道说 共产党 没有帮助你们脱险 孟雪啊 你不要太任性 你不要为了跟我作对 就干那些傻事 当年 我想尽各种办法 送你去美国 究竟是为了什么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我明白 如果说当初我不明白 但是当我得知赵成良死讯的时候 我就全都明白了 只是我有一点不明白 现在重庆 都已经承认国共合作了 为什么您一提到共产党 就这么紧张啊 紧张 孟雪 孟雪 你太年轻了 你不懂事 当年青党的时候 我就在上海啊 头一天 还是称兄道弟的所谓同志 第二天 就被押上肩上公然枪决 就跟媒体提兰桥 住了多少所谓的同志了 你以为 重庆和延安 国共两党能够合作 能够在一锅里吃饭 我想 蒋委员长 绞共的决心不可动革 别哪一天 枪指着你脑袋的时候 你还做着国共合作的美梦 我只是希望 现在国难当头 日本人一天没有被驱赶出中国 我们就应该停止一切内耗 而不是明着合作 暗地里还有像唐碧这样的特务 在监视着我们 唐碧 我实话告诉你 我这次被日本人伏击 我怀疑咱们内部就有内奸 这件事就是共产党干的 孟雪啊 当年 你跟那个姓赵的混事的时候 你知道我最揪心的是什么吗 我就是怕你加入共产党 我想您最揪心的应该是 如果我是共产党 会影响您清云直上吗 您当初执意要送我去美国 不肯营救赵成良 我就知道您是想斩断我和共产党的一切联系 可是您仔细想一想 自从四一二之后 一直被迫害的都只有共产党 共产党什么时候害过国民党 共产党什么时候勾结过日本人 是 我想问问您 您现在是不是希望 我根本就没有回来 而是被炸死在深河大桥 站住 是 孟雪呀 孟雪 你难道真的以为你的父亲 一辈子只会利用自己的女儿吗 孟司令 如果您怀疑我是共产党 或者是怀疑我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那就让唐北随时来抓我吧 阿絮 希望那个可怕的猜测 真的只是我想的太多了 队长 过两天我要当教官去训练新兵呢 对了 今天孟司令给我升了军线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有可能是我没做好准备吧 也有可能是经历了这么多的战斗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把这些新兵的命 扛在自己的肩上 但是您放心 既然把这个担子交到我的手里 我想我会用我的办法 把他们训练出来 让他们肚杀鬼子 让他们肚杀鬼子 队长 我不确定我做得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我 能交给他们的 也就是肚杀敌人 让自己尽量地活下来 好 小远 找我们有事啊 去看谁 是给我们的 是孟司令给我们的 敬礼 敬礼 来来来 走 注意点啊 注意点安全 慢一点 慢一点 来来来来来 王院长 徐院长不会行吧 最近记得要两个 我已经调试过了 维持两个小时没有问题 对身体也没什么危害 告私底 放心吧 那这样就好 那就谢谢王院长了 王院长 田副官 这么晚了 你在这执行什么工作 唐主任 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去啊 好 我刚跟我那小爷弟聊了一会儿 看这儿灯火通明的 过来看看 院长 您这是要 我这送习上校到重庆去就医 唐主任 你对这个也感兴趣 院长啊 您真是医者父母心哪 不过这昆明就有美军元健的医院 和派来中国的医生 这孟司令要送习少校去重庆就医 这不是舍尽求远吗 是这样的唐主任 孟司令说啊 重庆是咱的首都 这首都自然有最好的大夫 孟司令这样说 我们就只有这么办了 是 还是司令想得周到啊 二位 我刚刚听说 蔡志诚和孟雪 从深河大桥回来以后 发生了好多事 二位都是司令的心腹 我想 应该对这些事略知一二吧 唐主任 这个情况我可真的不知道 那这么晚了 我就不打扰二位执行公务了 既然送人就医 那一定是科普 你还他 告辞了 来 请 唐主任慢走 慢点 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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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来 来 来 去吧 灰都打我脑袋上了 我说丁阳你 佑彩 你个破血 你当心调选砸我头啊 佑彩 你要是觉得这边冷厅的话 我让我们家少爷能撕那个桌子 让你立马搬那边去啊 那边人动 可热闹了 好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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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走得这么匆忙 我都来不及说一声珍珠 少爷 你想什么呢 没事吧 新兵他们要来了 我们赶紧出去吧 行啦 弟兄还得转呢啊 走了 走了 说是美国老原建的散兵呢 我还以为这营地得建在多殊散的地儿呢 至少也得派个美国摩托车来接咱们呀 这倒好 这老子骨头都快颠碎了 行了 行了 壳子 你是第一天当兵啊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兄弟们 这就叫沙威吧 对 沙威座 这还没到营地呢吧 先把咱给颠散了 下了车才让你跑十圈 我看你还有精神走威风不 沙威棒 我倒要看看谁杀谁的威风 兄弟们 我今儿把话先放在这儿啊 不管那个鸟教官是个什么来头 咱们一定要给他的下马威 加油 加油 吹吧你就 我吹 咱们是什么人 上次他们散兵队司令 让小日本给逮了 要不是我们几个拼死拼活 他根本就跑不出来 就是 这话说的有道理 兄弟们 这要不是他们散兵司令 哭着喊着求我们来 咱能放着守备队的阿姨的日子 跑这狗地方当什么散兵来吗 还要受什么训练 就这帮小崽子这点本事想训咱们 呸吗 咱们 咱们 兄弟们 一会儿一定要给他们个下马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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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 说两句 说两句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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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上错车了吧 没有 我叫陆进才 我跟大家一样 也是一名即将受训的散兵 不是说都是抽调各部的精英吗 这怎么还有一新兵蛋子 不是 我虽然是个新兵 但是啊 我绝对不拖大家后腿 我的理想和终极目标啊 就是把咱们知识运用到咱们部队当中 然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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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新兵 问你 打过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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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他就没说了 得啊 以后只要你碰枪 可别站到我后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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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帮傻伙现在落的一个个屁点屁点的 等他们从飞机上 撤下来的时候 看他们还能不能乐得出来 少爷 你说说这帮小子 能在南无诈熬的住吗 这儿熬不下去的 总比战场上送死好了 老夏 我可是冲这大家伙来的 看着多气派 我估计过不了几天 看见他就想吐 不可能 好 那是不是在大鲁山 遇见的蔡家老四啊 是是是 那就是蔡学长 我们一个学校的 一个学校的 是 乖乖 不会他给咱们当教官吧 不可能 要是那孟教官 教咱们可好了 咱干女带劲呢 是 当了两回新兵 怎么着 也得轮一次 让女教官休一休吧 就是她吧 看看咱们谁导的 会分到那几个刺头 中国人的散兵队要扩建 什么扩建 只不过是一种 兵员补充的说法罢了 所以 我说香取军不必自责 虽然大楼山一仗 我们并没有完全实现 当初的战略目标 可是 我们将这支散兵队 打到近乎全军覆没 这也是大功一剑哪 失败就是失败 我不会为自己找借口 不是在找借口 我自然也痛恨失败 香取军 竟然是我的人 我就不希望 用失败这个字眼 向军部传达这样的信息 将军阁下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们下一步 就是要对付新的三军队 是 集合了 集合 够 够伤出快点 够伤你了 山里都有 集合了 你快点 迷路 好 谢谢 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陆总 张主任讲话 主位 今天是第一散兵大队扩建的日子 也是你们成为散兵立员的日子 我代表昆明星营所有参战部队 向诸位表示热烈的欢迎 下面 张主任有句话说的有问题 绝 今天并不是他们成为散兵的日子 只是他们进入散兵部队的日子 能不能成为散兵 张主任说了可不算 在天空飞扬的散兵 但是这里并不是天堂 虽然你们当中 有各军挑选出来的优秀战士 还有各个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 但你们能来到这里 不能说明你们足够优秀 而是因为你们的前辈 已经为国坚虚 所以我孟元超 希望各位 拿出最积极的态度 用你们的实际训练行动 来证明自己能成为一名 真正的散兵战士 讲话完毕 下面 我荣幸地 给各位介绍一下 你们的教官 是 教官 太智床 好 欢迎 教官 孟雪 教官 贾勇财 教官 洛云山 教官 罗大阎稳 向教官 敬礼 优秀秀 我们用新房口啊 不不不 开饭 都来这里拿饭盒 哎 这饭盒为什么旧的啊 是啊 欧 我这上面还写着欧字 教官 什么意思 欧雷 欧雷 欧雷是谁啊 死人 是牺牲了 牺牲了 俗样 你们也太不是人了吧 让我们用死人的饭盒 这几天物资紧张 你们就先用这些旧饭盒 过两天 就会来一批新的了 你别娘们叽叽在这儿 这么多废话啊 今天必须给换新的 弟兄们 今儿不给换新的 这饭咱不吃了 不吃了 快点 快点 你把饭盒捡起来 是 不捡 他就不捡 这个捡啊 捡捡 鸣鸣 怎么回事 长官 给我们发的是旧饭盒 雪 如果你们不想去吃饭 你马上离开这里 好了 大家去吃饭 长官 听见没有啊 都吃饭 对对对 吃饭吃饭 走走 吃饭了 轻轻 吃饭吃饭吃饭 轻轻 吃饭吃饭 别想了 弟兄们都死了 你们情绪难免激动 习惯就好了 这打仗也需要上课呀 咱没上过课不照样打鬼子吧 不是 谁说不是呢 就有这功夫 还不如直接让咱从飞机上 往下跳呢 长官 我觉得他俩说得不对 散兵那是特种兵种 你得先学习好理论知识 然后你才能在飞机上跳队 新兵大 你到底都有你是吗 这 干嘛 全体都有 起立 敬礼 敬礼 走下 这套外套说这么坏 这不说你耳语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叫罗伯特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我们散兵的理论知识教官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他来点名 开始吧 欧泪 定营 马森 黄朝 六营 雄勇 杜强 钱正亮 杨涛 余大伟 黄天龙 赵文宇 马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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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美国 我们的敌人是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这的是德国人 在中国的敌人是这个 在中国的战场上 小日本鬼子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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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说 我 教官 您这名单是不是拿错了 我们所有人的名字 一个都没念到 你叫什么名字 左飞 坐 这三十八名名字 这三十八名名字 就是这三十八名 正如你 我刚才点了三十八个名字 这三十八个人 曾经跟你们一样 坐在这里听我讲课 我曾经一直很容忍他们 即便他们缺课 即便他们缺课 或者上课的时候睡觉 我就说了 只要有你以来猛将 比什么都拐肉 打仗 讲究的是什么呀 讲究的是要猛 是要讲义气 这个 这个是 就要什么死这老位 他算什么呀 算老几呀 想当年赵子龙 停 行 我都容忍他们 可我现在发现 我错了 因为他们全死了 怎么死 又是死人的单子 算是这样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希望你们知道 门口 因为如果你们准备一课 只要一课 你会离开 我并不想把你的名字 到下一课 现在 如果你们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开始 从现在开始 我在黑板上写的每一个字 画的每一张图 你们不仅要记在你们的纸上 还要记在你们自己的脑袋里面 我相信你们来的时候 已经记得 我们散兵队的大门在哪里 如果有任何一个人缺坑 都可以给我滚蛋 因为我不希望下一批新兵 在这里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不希望下一批新兵 我会点到你们的名字 好了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声音 就是像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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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不是 这蔡老四 宽散在以后没用 在战场上能让饭吃啊 你俩要是战场上不相思的话 够好战争 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 一会儿不用交官教训 欧洲战争 几百名德国散兵 从天而降 越过了盟军的防线 攻占了艾尔本要塞 终于能练点真格的 这课上课太困死了 不是就算让老子 跑上十公里 我都不怕 可是再这么上课 我真快吐了 你说咱能连多久 才能上这大家伙 你说分组 能不能分给孟教官那组 他们来了 全职都有 集合 民主 向可欣 向下 到 你们将分为五组 由我身边的是五名教官 负责你们的十操训练 第一组由蔡之城教官负责 下面我来点第一组的名字 杨建毅 到 刘耀祖 到 到 陈世德 到 郑长海 到 瞧壳子 到 陆晋彩 到 陪绍峰 到 壳子 孟小姐那边就看我的了啊 刚才点到名字的 全体都有 立刻 出列 好 到那边就给我宽 下面我继续点名 点到的 和孟教官真一组 夏文中 到 李特 到 陈三皇 到 李特 李特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教官 我知道 你们都是来自各个部队的精英 身经百战 经验丰富的老兵 可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我也希望你们记住 这里是散兵部队 所以你们在这里 只是一个新兵 你们每一个人 都要从里开始做起 明白吗 明白 向左 转 走 转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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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来是洗脚板叫出来的 一字 老婆 这不是愣不愣的 我记得 我还是新兵的时候 洗脚板不要他 他就一个人 在那个小山坡那边跑去啊 要不是他给我做模样 包括我 还有很多人 都完成不了训练